刘庚宏奶奶着实可爱 咱呢这还是隔着屏幕看的 健康一身轻的老朋友 骨骼专家蔡振岑老师 最近呢可是没少看到真人 去找他的刘庚宏长辈们 日渐增多呀 很多年轻人包括一些老年人 都开始做这个跳操啊 各种这个舞蹈 跟着直播进行健身 但是在这个跳操的过程中啊 这个习关节受伤的人群越来越多 你看我在门诊 每天都能收到这么多的 这个习关节的这个受伤的人群 都是因为这个跳操之后 习关节出现疼痛 那么我们仔细的一看呢 他主要受伤的部位呢 一般都是在习关节周围的韧带 骨骼一般没有问题 啥 有些长辈跟刘光宏 欢乐跳操之后 把膝盖上了 对呀 您再看一看 这俩外地的刘根宏长辈吧 杭州73岁的吴女士 也变身老年版刘根宏女孩了 可跳了一阵膝盖却疼得走不了路 她还以为再练练就能好 谁料到几天之后 吴女士膝盖疼痛加剧 出现了刺痛 她赶紧停下来 可是膝盖疼不仅没有缓解 还出现了红肿热痛等症状 走路都困难了 只能宅在家里了 福建年过六旬的王女士觉得十分有趣 也跟着家中的年轻人一起练了一把 结果第二天起床 膝盖酸疼 腿发软 走路也不利索了 刘根宏健身操真心是不错 但是上点年纪的朋友 跳的时候还真得更瞎注意 蔡老师倒是有个想法 她想替这些可爱的刘根宏长辈们 创一套椅子操 不是想和这个刘根宏打擂台 就是想给稍微有点年纪的朋友们 定制一套立好膝盖的健身操 您感兴趣不 演播室咱们看看去吧 人家给您找不到 说您这个自创的参认存衣的操 不是想跟刘根宏打擂台 对吧 咱们目标人群不一样 说实话那必须不是 不能跟刘根宏秤热度 本身就比较凉 怎么秤也秤不了 刘根宏的健身操 确实是很不错 因地制宜 对环境对空间 没有太多的要求 我们可以跟着音乐 随时随地地做健身活动 同时还愉悦了身心 所以说确实是挺好 我身边也有很多朋友 目前也跟着跳 都收益特别大 但是在年轻人跳的同时 一些老年人 他们也参与进来 特别是一些50岁以上的 最近经常找我来咨询的也有 就是因为跟着跳这个操 出现了这个习关节 宽步的不适 那么介于这种现象 我就是把几个动作 组合在一起 叠加形成一个 对于50岁以上的健身 有好处的这样几个动作 我们把它称之为椅子操 不仅能锻炼身体 还保护习关节 不仅能锻炼身体 感谢观看